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发现屋门关上了 他敲了敲门 谁 屋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是我 小白兔 摘了卷心菜回来烧汤 我是谁见谁怕的山羊 你要是不马上滚蛋 我就扑到你的耳朵上 小白兔拔腿就跑 拼了命地跑 小白兔跑呀跑呀 路上碰到了一头牛 便向这头牛求助 我是小白兔 我在园子里摘了些卷心菜回家烧汤 可是屋里有一只凶巴巴的山羊 它要是扑上了 准能把我碾个稀巴烂 你能陪我回家去吗 不 不行 我不去 我害怕 牛说着走开了 小白兔又上路了 走着走着 碰到了一条狗 我是小白兔 我在园子里摘了些卷心菜回家烧汤 可是屋里有一只恶狠 可是屋里有一只恶狠狠 它要是扑上了 准能把我踩扁 你能陪我回家去吗 哦 不 不行 我不去 我害怕 狗说着走开了 小白兔又上路了 这次它碰到了一只公鸡 我是小白兔 我在园子里摘了些卷心菜回家烧汤 可是屋里有一只坏脾气的山羊 它要是扑上了 准能把我撞个半死 你能陪我回家去吗 不 不行 我不去 我害怕 公鸡说着走开了 小白兔又上路了 边走边想 越想越难过 它失去了所有回家的希望 后来 它碰到了一只小蚂蚁 小蚂蚁问它 小白兔 出什么事了 我在园子里摘了些卷心菜回家烧汤 可是屋里有一只好可怕的山羊 它要是扑上来 准能把我压得粉身碎骨 是这样啊 那我陪你回家去吧 小蚂蚁说 我才不怕会扑到你头上的山羊呢 于是 它俩一起回到小白兔的家 敲了敲门 你不能进来 屋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我是谁见谁怕的山羊 如果你不马上滚蛋 我就扑到你的耳朵上 小蚂蚁说 快开门 我是一只强大的蚂蚁 我会捉你的肚皮 让你受不了 屋里那只坏山羊开始哈哈大笑 但突然 它疼得大叫起来 原来 强大的小蚂蚁从钥匙孔钻了进去 爬到山羊身上 狠狠地遮了一下它的肚子 山羊像火箭升空一样跳了起来 大喊道 我是谁见谁怕的山羊 可我一万年之内都不会再回来了 强大的小蚂蚁为小白兔打开了家门 它们用卷心菜烧了美味的汤 然后开开心心地喝了个精光 可惜汤不够三个人喝 所以他们一口也没给我留